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那不是男雅的青天工吗 跑那么快也不怕把孩子跑掉 那你乱说 上帝之手 走吧 你去下车牌号码 好了 你还发现了什么朱莉的小秘密啊 我 青天工 你太好玩了 我今天还以为 吕肖肖是真的怀孕了吗 今天的事要保密啊 否则 否则什么 否则 我就把你的秘密说出去 我能有什么秘密啊 这半年里我们项目部已经完成了大小二十三个项目 具体的资料呢已经发到大家手上了 大家可以简单地翻阅一下 时间的秘密是什么呢 没有诚人都为我们说 太可疑了吧 我看出来了 你啊现在有跟你分享秘密的人了 你们不要以为已经胜券在握了 我知道 每个老板都有自己亲信的下属 老板照着自己的员工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不希望 我为狼牙所做的 所付出的一切 得不到对等的回报 而且这种不公平 会慢慢磨损一个员工对工作的积极性 和前进的动力 薇薇安 请放心 没有人会被不公平的对待 是吗 那我为什么听说 最高分已经内定给马嘉丽了呢 我开始说 为什么说 你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帮助 我做一个说的 我闺蝎啊 许多多点 你说我吧 你真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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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正好 你真正好 许多多大老板 你真正好 警官 我问你 内建历的老板 下面的人自然人情慌慌的 不会吧 真的是马嘉丽 我的奖金 安静 请大家安静 刚才薇薇婉讲的 纯属子虚乌有 每一个人我都会按匿迹打分 绝对不会有偏息之间 是吗 但既然这样 麻烦你打开你的笔记本 让我们看看你是怎么打分的 我们要求打分透明化 不过分吧 唯一找到那辆车的一些线索 对不起 先等一下 吵死了 一会儿就好 你说你找到线索了 我找到车的照片和一些资料 正在调查当中 查到在通知你 不会吧 在会议室外面 你赶快进去安慰安慰他们 你们一刮扎我就觉得 这世界特别讨厌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跟以前一样 你是卓大爷 我是两个嘴巴笑 我们一起在乐台上烤鸡翅 一起吃冰棒 我再也不半夜三更 跑到你家去了 再也不问东问西了 我们从原点开始 从好朋友开始 小的时候呢 我觉得所有事情 就跟个圆圈一样 你顺着这个轨道走 走一圈回到原点 就很像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你不是小朋友 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 所有事情那么简单 男女之间 没有什么好朋友 要么就男女朋友 要么就什么都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你费尽心思 找到梁山的地址 这下带他走的车号 查车主是谁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就为了告诉我一句 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这么做就省得 你老是拿一个破新风 来烦我 我受够了 麻烦借过 你们真的想看打分记录吗 好吧 请 天哪 这 给我看一下 我会告诉弗兰克 我们每一位总监 都是最优秀的 我不喜欢打分这套制度 虽然公司有公司的张成 但我有我的方式 维维安 满意吗 不过现在只有你 我会改为九分 因为你太影响 公司内部的气氛了 当然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现在就可以找弗兰克投诉 我不会介意的 俩长什么 对 为什么 这个他都聚想 有意的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